转眼间,这小皇帝刘看12岁了 放到今天,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多半还在上小学 而刘看身份特殊,他是皇帝 按照规矩,已经到了结婚的年纪了 王莽给老太太上了一封书 说皇帝即位已有三年,不但没立皇后,连嫔妃也没有 自古国家之难,无非是嫁娶不正,子嗣绝脉 请太皇太后根据五经的要求,选聘皇后 以符合古来天子娶十二位贤良女子的传统 请从长安的宫卿世家中挑选优秀的狄出女子 这封上书言辞恳妾,合情合理 老太太看完后,批给有关部门办理 给皇帝选老婆,这可是一件大事 很快啊,一场轰轰烈烈的选美大赛在长安开始了 主管官员国采名门之后,呈上了一份名单 多数是王姓一家的女儿,当然也包括王莽的女儿 王莽立即上书老太太说 我本身没有高尚的品德,女儿的资质才能又为下等 她不适宜与其他女子一起被挑选 这老太太呢,倒是个实诚人,以为这是王莽真实的想法 特意下诏,王氏家族的女子是我娘家人,为了避险啊,就不参加海选了 消息传出啊,朝义上下反应强烈,怎么能这样呢? 大家都是公平竞争,何况王莽的女儿那么优秀 平白无故为何要退出呢?这样对王莽太不公平了 于是啊,长安城出现了罕见的一幕 每天有上千人守候在宫门前上书 要和朝廷说道说道 其中大部分是普通老百姓、学生和基层官吏 大伙呢,态度一致,说着安汉宫功劳捉住,标柄史册 而应在选皇后的时候,怎么能偏偏地排除他女儿呢? 这样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呢? 我们强烈建议立他的女儿为皇后 一时间啊,舆论纷纷,朝廷压力骤增 王莽赶紧派人去劝阻公卿及诸生的请约 结果不劝还好啊,一劝,上书请愿的人反而越来越多 大伙群情激昂,纷纷请约希望立王莽的女儿为皇后 面对如此沸腾的民意啊,老太太只好收回成命 把王莽的女儿列入候选对象 结果呢,王莽又站出来说 我的女儿只是候选人之一 为了表示公正,应当在众多的女子中挑选 还有那么多公卿之女呢,应该好好挑选,多选几个 结果,已经被调动起情绪的王公大臣们不看了 不用选了,安汉宫的女儿那么优秀 皇后之位啊,非她莫属 面对这汹涌的民意呢,老太太不得已 只好听从公卿的意见 派了常乐公少府、宗正、尚书令去送彩礼 顺便考察一下未来的皇后 几个人考察完毕,回来汇报 说安汉宫的女儿知书达理,既有颜值又有品行 选她当皇后啊,绝对没问题 紧急着啊,就是补挂看八字了 朝中大臣们搞了一场庄严肃穆的补挂仪式 然后向老太太汇报说 皇上和安汉宫的女儿真是天设地造的一对啊 绝对的和家幸福,子孙繁茂的大吉之挂呀 信香侯刘童瞅准机会进言说 春秋记载,天子将要娶祭国的女子 就先赐祭子称侯 现在安汉宫的封义还不符合古制 老太太下发有关部门研究 大伙再次异口同声 说这古时天子封给皇后的父亲啊 封地百里,十分尊贵 根本就不当作臣子来对待 以表示对宗庙的尊重 这才是最大的孝道 信香侯的禁言,合乎礼法,可以采纳 请加封王莽田地两万五千六百请 补足百里封地 王莽呢,则推辞 我女儿本不足以匹配至尊 现在又听众人议论 还要加封我 我深切反思自己 之所以能够获得爵位封地 都是因为我是皇亲 我只希望小女能好好侍奉皇上 配得上皇后的称号 至于我自己啊 现在的封地就已足够 不要再加封土地了 皇后选好了 皇室得下聘礼啊 按照惯例 皇后的财力是黄金两万斤 和银钱两万万 王莽一再推辞 只接受了四千万 把其中的三千三百万 给了陪女儿出嫁的 其他十一户人家 自己只留了七百万 太大功无私了 太政治廉洁了 古今罕见啊 大臣们一看呢 又不干了 皇后受聘 怎么能跟机器一样呢 不妥不妥 老太太一听啊 这么点聘礼 这不是丢我大汉皇室的脸吗 于是又下发通知 再次增加聘礼 两千三百万 凑成三千万 王莽又拿出一千万 分给家族中贫困的人 试问 这样一个有理想 有道德 群众基础好的人 又谁不喜欢呢 大司徒私职 陈崇 愁准机会 让张厂的孙子 张耸带笔 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长文 将往往是一顿猛话 说陈看到安汉公 步入仕途时 社会风气 崇尚奢华 他承蒙 承帝和太后的恩宠 蒙受伯父 叔父们 显赫的人光 家财 丰饶权势很大 而他却能自降身份 亏行仁爱 约束私欲 亏行理智 特立独行 他穿的是粗布衣服 吃的是粗烈饭菜 坐的是简陋车子 驾车用的是列马 只娶一个妻子 家门之内 孝敬长辈 有爱同辈 他淡泊名利 以守道为乐 温和善良 鲜逊待人 有爱师长 童子说过 为若贫而乐 富尔浩里 说的就是安汉宫这样的人啊 原始四年 也就是公元四年 四月 王莽的女儿被立为皇后 朝廷宣布 大赦天下 全国人民沉浸在皇帝大婚的喜庆气氛中 太保王顺等人 成事上奏 春秋中列举的功德大义 最高是树立德行 其次是建立工业 再次是著书立说 只有德行最高尚的人才能做到这些 对于臣子而言 最高荣誉就是生前得到最大的赏赐 死后被后人景仰 殷上的伊尹 周朝的周公就是这样的人 有人带头 八千多老百姓纷纷表态支持 伊尹被封为阿衡 周公被封为太宰 周公的七个儿子都受封 超过了尚公所应享有的奖赏 应当按陈崇所说封赏安汉宫 大伙一致认为 王莽德行高尚 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我们应该给他起一个新的称号 叫什么名字好呢 文臣们拿出尚书 在里面找了半天 终于有了主意 上古有两个大神 伊尹为阿衡 周公为太宰 不如将他俩的封号 各取一个字 合起来称载衡 位居三宫之上 为了体现这一称号的尊贵 还规定载衡外出 需随从亲兵二十人 与林骑兵三十人 前后各十辆大车 同时建议 把王莽的母亲封为公显君 赏赐封地两千户 王莽的两个儿子封侯 再次增加皇后的聘礼 三千七百万 合成一亿 以表明礼仪的隆重 这消息一出 大伙纷纷上述支持 此时的老太太 已经完全被民意绑架 面对这空前的封号和赏赐 她只有同意 并在前殿亲自赐封 受封时 王莽痛哭流涕 表示只接受给母亲的封号 自己坚决拒绝受封 并要退还两个儿子的 爵位和封地 毫无疑问 朝廷又一次不许 同光的人说 这点赏赐 哪能配得上安汉公的功德呢 安汉公一贯谦虚解简 退避礼让 太皇太后 万不可批准 王莽要求觐见太后 坚决辞让赏赐 老太太下诏问群臣 安汉公每次朝见 都磕头流泪 坚决推辞 大伙觉得是应该接受他的辞让 还是应该继续封赏呢 孔光等人又站出来表态 这怎么能行呢 安汉公想拒绝赏赐 我们绝不答应 百般无奈之下 王莽只好接受了 宰衡这一封号 同时从增加的彩礼钱中 拿出一千万 送给了伺候老太太的 太监和宫女 事后 王莽专门上书朝廷 说 我扪心自问 绝为新都侯 好为安汉公 官方宰相 太父大司马 一人蒙受五项恩宠 对我这个凡夫俗子来说 实在是难以承担 去年全国各地的收成 已经恢复正常 以前栽荒时裁减的官职 应重新设置 我以为 宰衡的职责在于 统帅百官安定天下 没有印章 明实不复 我才能有限 不能坚忍太多的官职 如今既蒙错爱 我请求御使 刻宰衡印 宰衡太父大司马印 课程之后 我将交还太父印 和大司马印 老太太便下诏 可 王莽接二连三拒绝赏赐 这种谦让的美德 怎么能不好好宣传一下呢 太保王顺上奏 百姓听说 安汉公不接受 千诚侯国的风土 拒绝了万金黄金的聘礼 散发千万家财 施舍他人 无不景仰 蜀郡有个男子 听了这事后 决定放弃打官司 当年周文王 感化余瑞两国国军 放弃田地纷争 也不过如此 这事值得好好宣传一下 如此一来 王莽这人气是空前高涨 成了全国人民的榜样和偶像 很多人都说 王莽是大监寺中 很会演戏 放在现在 就是奥斯卡影帝和达人秀冠军 智商绝对超过140 但是作者并不这么看 此时的朝廷 已经被民意过挟 举过上下呈现出了一种 集体性的狂热膜拜 与欧歌热潮 无论王莽做什么 狂热的民众和官员 都会为他摇旗呐喊 逼着他一步步向前走 如果王莽表现出任何的推辞 他的举动马上就会被人们放大 成为他的又一个优点 民众是热情的 也是盲目的 这股汹涌的民意 伴随了王莽的前半生 推着他一步步向权力的最高处迈进 而他自己 除了顺应民意外 已别无选择 与此同时 王莽又亲自制定政策 要求对老人、儿童不加刑罚 妇女非有重罪不得逮捕 同时他还主持修缮了 明堂、辟佣、灵台 吸引来大批各类型人才 为了留住这些人才 王莽给这些人建了一万多间宿舍 解决了他们的后顾之忧 可以专心做学问 随后 王莽在全国征召精通精学的教授 在太学 讲授儒家经典 还派人四处收罗 散意的上古经典编撰成书 一时之间 首都长安的文质达到极盛 紧接着 王莽大规模修建市场和长满仓 来促进物品的流通 调节粮食的价格 并给灾年旧灾做好准备 这波操作 又迎来满堂的喝彩声 王莽再次受到天下所有人的敬仰 就在王莽当政五年之后 朝臣上书朝廷 过去周公带成王处理国政七年 国家的制度才离定妥当 而今明堂辟庸已经堕废千年 没人能兴修重建 安汉公辅政刚四年 实际上负责才两年 大公就与必成 因此宰恒位置应该在诸侯王之上 什么意思呢 意思很明显 王莽的尊号又该升一级了 问题是宰恒已经是前五古人了 还能怎么升呢 有人就出了个主意 可以加九息 愚昧的老太太再次顺水推舟 让大伙议议 看到这里 想必大家伙一定有一个疑问 什么是九息呢 息在古代通刺字 九息就是九刺 是天子赐给臣子的九种礼器 这是最高级别的礼遇 分别是车马 衣服 聚唱 诸虎 纳臂 公使 辅乐 虎奔 归赞 这九种器物都不是一般人能享用的 得到这九种器物 是对一个臣子最高规格的赏赐 后来的曹操 司马昭等人 都得到过这九息的赏赐 以至于后来九息就成了 篡逆的代名词 自从王莽拒绝接受新爷采议之后 全国各级官员和百姓纷纷上述 为王莽呐喊 丞相府内 一批又一批的竹简被送进来 摆满了主部的办公桌 大小官员都行动起来 清点这些竹简 最后一数 竟然达到了四十八万多份 所有的内容都出奇的一致 请求朝廷赐予王莽最高荣誉 九息 丞相府的官员们都惊呆了 这四十八万多人上书 意味着什么呢 彼时全国人口为五千九百多万 那时候还没有普及九年医务教育 其中百分之九十还都是文盲 十字的只有百分之十左右 这么一比较啊 上书比例几乎占到了全国识文断字人数的十分之一 不仅如此 这些人还聚集到魏阳宫门前的广场上 向朝廷表达他们的心愿 不给王莽加九息 我们绝不答应 民意不可为啊 诸侯王公列侯们一看这阵时 纷纷去见太后 叩头尽言 希望朝廷立即加上王莽 除了普通民众啊 王莽的这粉丝群体还包括长安城内的大小官员 大伙联名集体上书 强烈要求为王莽加九息之礼 签名人数达到了九百零二人 面对热情的民众和同僚们 王莽的态度一如既往的坚定 那就是拒绝 他说自己只是外戚 侥幸登上高位 承受不起这么大的功训 臣民上的那些奏章先流中不发 等自己完成礼乐制定工作 到时候啊 自会打报告提前退休 给闲者让路 老太太哪里肯依呢 便再次下诏 安汉宫功功德无量 许国上下排着队都给你点赞 朝廷要是不收他们的上书 他们就不肯离去 你就接受这九息之礼吧 在强大的民意推动下 这年五月 汉帝国在魏阳宫举行盛大仪式 为王莽加封九息 消息传出啊 整个长安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 人们奔走呼嚎 高喊万岁 似乎天下一切的希望 都系在王莽一个人身上了 终于啊 王莽得到了所有的荣誉加成 加九息之后的王莽 出门将使用天子仪仗 树九套龙旗 直金斧玉勺 理想主义者王莽此时 异计风发 执政才四年 放眼望去 国家在自己治理下 蒸蒸日上 一片太平气象 和平海燕 万邦臣服 加瑞不断 为了考察民间的情况 王莽特意派出八名 风俗使者 去全国各地考察 很快 这八名使者 陆续回来汇报说 全国形势一片大好 不是中好 也不是小好 而是大好 好得不得了 天下风俗 整齐化一 事无二嫁 官无欲送 亦无盗贼 也无鸡民 道不时宜 男女异路 犯者向行 为了让王莽信服 这八个人 统一了口径 编了三万字的歌谣 歌颂王莽的功德 谎称是从民间采风 得来的 这简直就是大智之事 全民都在感激王莽 给他们带来了一个 祥和太平的时代 就在大家对这个王莽 一片马匹声中 还是出现了一些 不一样的声音 事实也证明 不是所有人 都是屈炎附事之徒 还是有那么几个人 愿意刺破泡沫 敢说真话的 一个就是 狼牙郡太守公孙洪 因为此时的狼牙郡 正发生严重旱灾 面对朝廷 必须上报祥瑞的 这个要求 太守公孙洪 却直言 治内灾害不断 天怒人怨 无力再造祥瑞 另一个 是广平国丞相 班智 面对朝廷的硬性要求 班智既没有上报 任何祥瑞 也没有献上 歌功颂德的歌谣 甚至对特派员的 强烈暗示 置之不理 玉石大夫针锋 一看他们坏了队形 马上就派人到 狼牙郡和广平国 命令当地官员 弹劾公孙洪和班智 说你们两个人 不歌颂朝廷 对着盛世视而不见 就是不忠于我大汉朝 就是心怀怨棒 罪该万死 幸好 这班智有后台 他姐姐班结于 是成帝的妃子 多年来 一直服侍王太后 得知弟弟被人弹劾 姐姐便找到了王太后 王太后出面 向王莽求情 说没有宣扬我朝的盛世 跟上报灾害 不是一回事 她姐姐服侍我这么多年 看在我的面子上 饶她一次吧 老太太都出面了 王莽于是呢 就做了个顺水人情 只把公孙洪 逮捕入狱 很快就被处死 而班智失去地 挂了相印 辞职去当了个守灵人 为汉成帝守灵 在这种虚假的 盛世繁荣中啊 真相被悄悄地掩盖起来 而王莽呢 也沉迷于 这种虚构的幻想中 一步步迈向那个终点 此时的王莽 离最高权力 只有一步之遥 权灵侯刘庆 第一个站了出来 给老太太上书建议 说当年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啊 因为周成王年纪又小 所以由周公 完全带行天子的职权 现在安汉宫 比周公还要贤明 皇帝年纪同样很小 所以啊 应该让安汉宫像周公那样 带行天子职权 群臣众口一词 说没毛病 老太太赵丽还是同意了 结果赵叔还没拟好 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公元五年 就在王莽家九夕之礼后不久啊 这汉平帝忽然驾崩 不得不说呀 汉平帝刘康 真是一位苦命的皇帝啊 他两岁时父亲去世 孤苦伶仃 三岁时继承王位 他患有心脏病 每次发病呢 便四肢抽搐 纯甲皆清 九岁时被王莽选中 登上了人生巅峰 成为帝国掌门人 十四岁 即命丧皇权 汉书平帝记中啊 明确记载了汉平帝的死因 小皇帝本来身体就不好 经常发病 一发病啊 连话都说不出来 这次只不过是旧病复发 小皇帝没有挺过去 而且因为病情发展得太快 所以没留下遗诏就死了 汉书《王莽传》也明文记载 平帝是病死的 当初平帝病重时 王莽效仿周公写过一篇文章 向上天祷告 表示自己愿意代替汉平帝去死 然后将这篇文字藏在箱子里 可是天偏有人不信 汉平帝这么年轻就去世了 不合常理啊 这中间啊 绝对有猫腻 连想到王莽后来的一系列行为 一个阴谋论 开始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说这汉平帝这只小白兔啊 其实是被王莽这只大灰狼 给毒死的 公元七年 东郡太守翟毅 拥立岩香侯刘信为天子 翟毅自封为大司马 驻天大将军 起兵讨伐王莽 向天下各郡国发出席文 其中就造谣说 汉平帝是被王莽毒死的 翟毅造反失败 但王莽毒杀汉平帝的这个说法啊 就此就流传了下来 加上后来王莽的确是把汉朝的传承给断掉了 自己当皇帝 建立了新朝 这让后世那帮 以维护正统为己任的读书人 情贺已看呢 对不起了 这屎盆子呀 就是要扣在你头上 谁让你窜汉了呢 于是乎啊 唐代大儒岩师谷 给汉叔做注石 不但写了王莽毒杀汉平帝的详细经过 连原因也说得很明白 说这汉平帝逐渐长大 因为母亲未激的缘故 对王莽产生不满 王莽知道自己与小皇帝的关系恶化 于是借助腊日的酒宴 献上有毒的焦酒 毒死了汉平帝 司马光谢资质通鉴时 也采信了王莽毒杀汉平帝的说法 将王莽刻画成了一个虚伪又会演戏的凶手 这实在是有点冤枉啊 其实彼时的王莽 实在没有除掉汉平帝的必要 要知道当时汉平帝年纪还小 远不到亲政的年龄 王莽的女儿又是皇后 将来生了儿子呢 王莽的外孙就是下一任皇帝 王莽根本不用担心大权旁落 更何况啊 士君的危险系数太高了 一旦露出破绽 王莽将成为众矢之之地 被定在历史的耻辱诸上 作为一位忠实的儒家信徒 王莽的理想是 效仿周朝的制度 最终实现天下大志 算汉呢 不是他的初心 汉平帝的突然死亡 让大汉王朝遇到了一个大问题 谁来当这个接班人呢 汉平帝没有子嗣 而他的祖父汉元帝的儿子 也已全部死去 再往前属 汉宣帝的曾孙一辈倒是有不少人 但这些人呢 都已长大成人 被王莽一句 兄弟平辈之间不能继承地位 给刷下去了 接着由王莽拍板 从汉宣帝的玄孙中 选了刚刚两岁的小家伙 叫刘英 号曰 如子 誓称 如子英 而选中他的理由 貌似很难反驳 挂象大吉 这小皇帝刚登基 就出现了一个家瑞 有个叫谢娇的上报说 武宫县的县令 孟通在书郡水井时 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 上面是圆形 下面是方形 石头上刻有红色的字迹 告安汉公莽为皇帝 看到这个消息 王莽又是什么反应呢 她的反应啊 很耐人悬味 她马上叫人转告老太太 糊涂一声的老太太 此时突然清醒起来 立声说 这是骗人的把戏 不能信 直到这个时候啊 老太太才明白了 王莽的真实目的 年遇古稀的她 虽然重用娘家人 但本心还是想守住 刘家的设计江山 没料到 一向千功的王莽 竟然有这种狼子野心 可惜啊 她明白得太晚了 王莽的心腹王顺 索性向王太后摊牌 说以王莽现在的威望 如果真要当皇帝 我们也无力阻止 再说她并没有篡汉的野心 只是想要一个 代行皇帝职权的名义 加强权力 正负天下罢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 不如就让她 暂待天子执政 等天子成年了 再把权力还给天子就行了 老太太被逼得无可奈何 只得下诏 让王莽暂待天子朝政 称赦皇帝 从大司马到安汉宫 魏家宰恒 再到赦皇帝 在群众的这个 忽庸与窜斗中啊 王莽一步步 接近了他的终极目标 汉平帝驾崩后的第二年 也就是公元六年正月 王莽正式就任贾皇帝 同一年国家改元称 居赦元年 在这样一片叫好声中啊 有人开始发觉 情况有点不对劲了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王莽的 是西汉真正的主人 刘家人 在他们看来 就算你王莽功劳再大 你毕竟姓王 只是一个外妻 凭什么让我们把江山 就这么轻易地交给你呢 安仲侯刘崇认为 王莽必为刘氏 眼下王莽都快要当皇帝了 竟然没有一个宗室子弟 站出来给反对 这是宗室之耻也 只要自己站出来 镇臂一呼 全国的宗室 必定会群起响应 可惜啊 这刘崇啊 还是失算了 此时的诸侯王 不光多如牛毛 而且力量早就被中央收回 怎么可能跟随你出来造反呢 结果这刘崇呢 只拉起了一只百余人的队伍 不出预料 连城门都还没攻入 就败了 第二个站出来反对王莽的 是东郡太守翟义 他拥立宗室 盐香侯刘幸为天子 向全国各地发出通告 说着王莽独死平地 执行天子特权 妄想断绝老刘家的江山设计 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 诸灭王莽 话说这东郡太守翟义 诸灭王莽的号令一出啊 各地是纷纷响应 队伍迅速扩大 当翟义的讨伐大军 到达山羊郡时 已经聚集了十余万人 王莽听到这个消息啊 顿时就惊呆了 十几万大军啊 来势汹汹 这该怎么办呢 他抱着小皇帝刘英 在朝堂上声泪俱下 说昔日承王年幼 周公摄政 管叔与蔡叔 伙同咒王的儿子 武庚造反 而现在翟义 伙同刘信造反的性质 和当年管菜一样恶劣 连大圣人周公都害怕 何况我这样 才是浅薄的人呢 自己绝不会谋朝篡位 将来等刘英长大了 必定会归正于皇帝 面对王莽声泪俱下的真情告白啊 老太太深受感动 对身边人说 人心都是相近的 我虽然只是个妇人 也知道王莽的难处 他召见群臣表明心计 说着如今宅艺邪流信作乱 声势浩大 我愁得整宿都睡不着觉啊 你们有何想法呢 大伙啊纷纷表态 不遭此便 哪能彰显您的圣德呢 无论您做什么我们都挺您 在获得群臣的支持后 王莽依周书写了一篇大告 经宅艺流信等意图谋反 妖言惑众 想要篡位 害我如此 醉身于管菜 恶甚于禽兽 在稳住了大臣后 王莽终于出手了 他任命六位将军迎战宅艺 然后又一口气任命了七位将军 分别驻守长安外围的各个战略要点 没啥好说的 全军出击 这一顿操作猛如虎 反贼纷纷告败 政府军大获全胜 这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在任何人眼里啊 都会是一记尽忠 这表明啊 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站在王莽这边 为他呐喊诸位 此时此刻 他应该做个自我检讨 收敛自己先前膨胀的内心 可惜呢 王莽却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 反贼被迅速镇压 难道不是我威德日盛 大获天人之助吗 那就意气风发 朝着目标全速前进 反正王莽自己是这么想的 胜利之后 王莽至九百虎殿 靠劳三军将帅 大奉功臣 以周治绝武等 封侯 我 子 南 共三百九十五人 数百人 四绝 关内侯 公元八年 大汉陷入了集体的议政状态 所有人都在为王莽当皇帝 而积极谋划 这年七月 广饶侯留经上书 齐骏林兹县 昌兴亭的亭长夜里做梦 梦里有个人对他说 我乃天地使者 天地让我告诉亭长 摄皇帝应当为真皇帝 你如果不相信 亭义里会出现一眼心景 就是最好的证明 第二天一大早 亭长起床 果然看到一眼心景 身打白痴 接下来 八郡发现了石牛 伏风出现了雍石 更邪门的是 当八郡的石牛 伏风的雍石 运到魏阳宫的前殿 王莽与王顺 一同观看时 天空忽然起雷阵风 风停后 凭空出现了一张 同服博图 上书 天告地服 献者封侯 成天命 用神令 王莽坚信 这是上天旨意 要自己改元 从权力 舆论各方面来说 王莽离皇位 只差一步 现在就看谁 再推一把了 一个叫埃张的 决定赌一把 他偷偷地做了两个铜盒子 里面各放一卷书简 一个盒子里面放着 天地行喜金窥图 一个盒子里面放着 世地行喜某传于皇帝金册书 金册书中明确写了 刘邦将皇位传给王莽 太后应该尊称天命 将帝位授予王莽 除了贾图天命 埃张还不忘推销自己 他在金册书中写了 十一个辅助王莽登记的大臣名字 其中十个是王莽的人 最后一个就是他自己 甚至还写了 王莽登记后 应该授予埃张合众官职 准备工作完毕 埃张身着黄衣 手持铜盒子 来到高地庙 交给看管宗庙的主管 主管不敢隐瞒 立即上报此事 看到这两个铜盒子呀 王莽笑了 这是你们的老祖宗 刘邦让我当皇帝的 我能推辞吗 王莽终于深信不疑 赌信这是上天降命于己 于是他到高地庙 拜授铜盒子 正是夜见太后 回来后 在魏阳宫 以皇帝身份正式下诏 皇天上帝 伺候恩保佑 天命让我继承大统 扶命图书和文字 以及同贵策书 表明神灵之意 将天下千万百姓的命运 托付于我 托赤帝高皇帝之灵 秉承上天之命 面对善让皇位的金策书 我十分敬畏 敢不恭敬接受 于戊臣日当定臣 御王冠 即天子位 定国号为新 他终于迈出了那一步 王莽做皇帝后 第一件事 就是找回传国玉玺 因为儒子英太小 所以玉玺一直在老太太 王正军手里保存 当他看到王莽派王顺 来索取玉玺时 糊涂了一辈子的老太太 终于幡然醒悟 但一切 一悔之晚矣 看着王顺那藏不住的笑意 老太太指着他的鼻子是大骂 说你们父子宗族 成门汉家恩惠 才能世世代代享受荣华富贵 可是你们不思报答 反而趁受人脱孤的机会 夺取汉家江山 完全不在乎恩义 简直禽兽不如 既然你们要改朝换代 为什么不自己做个新的玉玺 为什么还要找我这个汉家的老寡妇 来讨要王国的不祥玉玺 我反正要死了 这个玉玺我是准备要陪葬的 你们休想得到 这个七十九岁的老人 这个在忧深的魏阳宫中 守了一辈子活寡的女人 在最后关头 依然努力维护着汉家的 最后一次尊严 说完这番话呀 老太太泪如雨下 王顺也趁其挤出了一点眼泪 继续劝说 您骂得都对 我无言可答 但是往往是无论如何 都要得到这颗传国玉玺的 您难道能至死都不拿出来吗 太后还是交出来的好 老太太也知道 事已至此 她一介女流啊 是守不住传国玉玺的 即便如此 她也不想就这么轻易地交出去 这颗传国玉玺颇有来历 是当年始皇帝得到和氏壁后 召集秦国最杰出的御将雕刻而成 上面有李斯所书 寿命于天 祭寿永昌八个大字 方圆四寸 上纽交五龙 通体剔透 气度非凡 堪称人间至宝 自秦朝以来 传国玉玺便成为天下共传之宝 国之重器 公元前206年10月 高祖刘邦率军入咸阳 得到了这颗玉玺 此后代代流传 两百年后 一直传到了王正军手中 传国玉玺的每一次易卒 便意味着一次朝代的兴衰更替 而这一次 轮到王正军做出选择了 问题是 他还有得选吗 悲愤至极的老太太 举起传国玉玺骂道 我老了快要死了 王家有你们兄弟这样的人 早晚会被灭族的 说完 他最后看了一眼 色绿如蓝 温润而泽地传过玉玺 然后狠狠地摔了出去 王顺惊呆了 他完全不敢相信 一向性格温和好 说话的老太太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等他反应过来 想抢夺玉玺时 已经晚了 唐当一声 这玉玺就被摔在了地上 等王顺扑过去 捧起来时 发现玉玺的一个脚 已经缺损了 玉玺虽然被摔坏了 但摔坏了脚 他也是传过玉玺啊 王莽命人将坏掉的那个脚 用黄金给补上 也算是为这传过玉玺 加了一个终身的防卫标记 公元八年 在举国追捧万民瞩目之下 王莽登基称帝 改国号为新 长安城内外一派喜气洋洋 百姓自发地穿上新衣 走上街头庆祝 这年王莽五十三岁 这年一个叫刘秀的人 公耕于南阳 这一集啊 咱们来讲一讲 王莽的理想悲歌 指一生真伪 付谁指 王莽啊 并没有忘记那个 从中山国请来的娃娃 刘如子 他册封如子为安定宫 走下金鸾殿 紧握如子的手 老泪纵横 气不成声地说 我本想以周公为楷模 辅佐你到亲政为止 无奈这天命不可为 上天一定要我 代汉而至天下 奈何 奈何 我知道讲到这里啊 又会有很多人呸的一声 正被王莽啊 戏眼过了 但或许此刻的王莽 是真情流露 流泪是因为难过 难过是因为 他终究不能像周公一样 最终将大位 还给被辅佐的陈王 自姚舜宇三代以来 善让一直都是个美丽的传说 听说过 没见过 王莽是第一人 也是唯一一人 此后 中国历史上诸多的善让游戏 无一不是在重兵环绕 刀枪家境的前提下完成的 唯有王莽 作为一个外姓人士 不邪天子 不令诸侯 也不费一兵一卒 在全国人民的拥戴下 顺应民意 建立了新的国家 成了千万人景仰的开国皇帝 你没听错 王莽是一位名选皇帝 至此 历史210年的西汉王朝正式灭亡 新的时代 开始了 故事讲到这儿啊 咱们先按下暂停键 此时此刻 想必大伙 满脑子都是十万个为什么 王莽为什么能够篡汉 在王莽迈向最高权力的过程中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摇起呐喊 为什么这场改朝换代来得这么容易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阻力 这当然是一个宏大的命题 咱们在这里试着做个解读 其实啊 所有的疑问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题 王莽这一介如生 究竟有何魔力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篡汉而立 准确的来讲 这个篡子并不准确 追根溯源 王莽得感谢一百多年前的那位大儒董仲书 因为他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 叫天人感应 什么是天人感应呢 具体来说呀 天上和地下是有某种联系的 帝王有德而寿命于天 依照天的意志 支配天下 如果帝王失德 天必降灾祸 以警示帝王 督促帝王改正 否则国家就会灭亡 朝代就会兴体 也就是说 天命是会变的 天命变了 就要换新朝代 五帝对此也是身性不疑 他每隔四年 就要换一个年号 代表一个新的开端 自此之后 西汉的政治思潮中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理念 也就是寿命论 天子乃有德者居之 如果失了德 上天就会受命于他人 可是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 这套理论呢 有一个巨大的内在逻辑矛盾 如果刘家这么取天下 是合理的 那刘家干不好 是不是可以换人当皇帝呢 汉景帝的时候 就发生了这么一场 著名的争论 争论的双方 一个叫袁顾生 一个叫黄生 两人讨论的主题是 汤武革命到底对不对 黄生认为 商汤和周武王等人的行为 其实就是暴乱 是杀人 不值得提倡 袁顾生针锋相对 说杰昼之君 荒淫暴乱 天下百姓都归心于 商汤和武王 商汤和武王顺应百姓的呼声 而诛杀了杰昼 杰昼的百姓 主动投奔商汤和武王 这不是受天之命吗 黄生继续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说 帽子再破 也得戴头上 鞋子再新 也要穿在脚上 这叫上下有别 杰昼再无道胡闹 那也是君呀 汤武再伟大正确 那也是臣啊 君主做错了事 臣子不见言 匡正以尊天子 反而以错误为理由 侍君改朝换代做君王 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呀 袁顾生说 要照你这么说 当年我们高祖皇帝 提三指剑 起兵反秦 最后推翻秦朝 建立了大汉 也是不对的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啊 就没法往下聊了 汉景帝一看 扯到了敏感话题 只好出场叫庭 马肝有毒 虽吃马肉的人 不吃马肝 你不能认为他不懂得品味 同样的道理 找学问的人 不讲汤物革命的事 没人当你是傻子 换句话说 这个话题涉及到了 我祖宗得天下的合法性 那就别变了 搁置 话题可以不讨论 但这套观念是一直存在的 在当事人看来啊 天命无常 唯有得者拘之 善让是理所当然的事 这里啊 咱们再来讲两件事 朝地继位不久 泰山就发生了 大石自立的歧视 更为神奇的是 皇家园林 上陵院 一棵枯死的树 突然复活了 长出了叶子 有虫子将树叶 咬出了一行文字 内容是 公孙并以利 有个叫虽宏的小官 看到这情况啊 便公开宣称 说我的老师董仲书 曾经说过 即使是君主 也不能违背天命 汉家是姚的后代 有传国之运 如今发生了这种事啊 皇帝应该辩访贤人 把地位善让给他 自己退位 封得百里之地 就像殷州二王的后代那样 以顺从天命 可想而知啊 这皇帝听后就相当生气 适宜祸光杀了他 建平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五年六月 埃帝生母丁太后去世 遍地都是造反的民众 朝廷内啊 全都此起彼伏 帝国一派末路景象 埃帝在哀痛之余 也在苦苦思索着帝国的前途 而此时呢 一个叫夏赫良的神棍冒了出来 说他可以挽救帝国的命运 夏赫良告诉埃帝 汉朝气数已尽 改朝换代已经在所难免 老刘家要想继续做皇帝 就必须再接受一次天命 必须改纪元 换国号 才能逃过此劫 也许是过度的悲伤 损伤了埃帝的判断力 他竟然给信了 而且还下发了诏书 说汉朝建国两百余年 气数已尽 但皇天庇佑 又给了我们刘氏一次 再受天命的机会 朕无德无能 岂能抗拒 现在宣布改元更号 建平二年改为太初元年 朕自此以后 不再是汉朝皇帝 而是陈胜刘太平皇帝 身为帝国皇帝 竟然主动承认 自己的王朝 气数已尽 这简直就是古今奇闻 埃帝显然对这份诏书 可能会带来的严重后果 估计不足 因为很快呢 民间就开始流传 这样的谣言 陈国人是顺帝的后代 老王家则是陈国人的后裔 汉朝刘氏是姚帝的后裔 姚传位给了顺 这个国号意味着 老王家将要取代老刘家 王莽将要带天行道了 禁忌之门一旦打开 再也难以封闭 帝国的民众 开始在公众场合 讨论汉家天下七数已尽 由此不难看出 在称伟之学大兴的西汉末年 上至公卿士大夫 下至民间百姓 都对天人感应深信不疑 我们说呀 王莽是以德寿命说的 重度发烧友 在帝国臣民们看来 王莽这个人简直太完美了 他有权势 有信仰 有民望 符合所有人 对完美人格的幻想 于是当王莽 官场受挫时 就会有无数人 出来请愿 把他送回朝廷的权力核心 当王莽在庙堂上 获封安汉宫设皇帝时 会有更多的人仍觉得不够 站出来继续推他向前再向前 直至抵达权力的最高处 王莽能从当初的贫寒子弟 一步步出人头地 证明了他绝对是个聪明人 然而迷信与偏执 也让他这个聪明人瞬间脑残 再来回答一个问题 王莽是影帝吗 白居易曾对王莽写过一首诗 叫周公恐惧流言日 王莽千功未篡时 相使当初身便死 一生真伪父谁知 这首千古名诗 似乎为王莽盖棺定论 一个处心积虑 谋朝篡位的伪君子 可问题是 这真的是王莽本来的面目吗 也未必 王莽得天下拥戴 那可不是靠虚的 而是靠实打实的行动 救灾民 兴闻教 捡酷刑 无论是达官贵人 还是普通百姓 都从中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更何况 即便是掌权后 王莽也没有放松对儿女的管教 他一生杀掉了三个儿子 一个侄儿 一个孙子 即一个孙女 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谋朝篡位 篡来的位一定要传给子孙 他还会用严苛的礼教和律法 将晚辈们逼上绝路吗 那绝对不会 一个人伪装自己 几天几年很容易 要伪装几十年而不露馅 那真的容易吗 要知道 王莽几十年始终如一的李贤下世 这是不喜欢王莽的班固 也无法反驳的事实 如果王莽真露出了什么狐狸尾巴 汉书里怎么会毫无记载呢 作为一位时刻以儒家高标准 要求自己的信徒 王莽是真的相信自己 是位上天选中的人 代汉自立是来自上天的意志 属于天将大任 属于奉天承运 属于不可推陷 他坚信自己的信仰是真理 只要把理论落实 就一定能实现天下大志 当初被加封为安汉宫后 王莽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庆祝 而是追侍孔子为包承轩尼宫 封孔子后裔孔军为包承侯 给孔子后人封侯 汉高祖 汉元帝 汉埃帝都干过 但对孔子的追侍 王莽是第一人 而他所做的这一切 都是在按照儒家的标准形式 可以说呀 王莽是背负着儒家所赋予的强烈使命 走上权力祭坛的 正因为如此 他得到了众多知识分子的鼎立支持 一大帮重量级的文化精英 都死心塌地地追随他 信仰着王莽 展开这份名单 我们将会看到一串长长的名字 春秋权为左贤 诗权为满昌 义权为国有 书权为唐昌 李权为陈贤 岳权为崔发 其中最有名的是两个大咖 杨雄和刘昌 咱们先来说杨雄 杨雄是蜀郡成都人 西汉大儒 南洋诸葛卢 西蜀紫云亭 这西蜀紫云啊 指的就是杨雄 这是唐代刘玉西 在其陋世名中 为天下树立的精神标块 患有严重口吃的杨雄 四十岁那年 离蜀入京 因为没有任何关系和背景 历经三代皇帝 仍然只是个小小的黄门郎 杨雄却毫不在意 埋头于自己的学术研究 原始四年 也就是公元四年 杨雄已经六十岁 蜀中的一位土豪 听说他正在马字写新作《法盐》 怀钱十万来到长安 希望他能够在书里提下自己 以便流芳百世 结果呢 却遭到了杨雄的拒绝 说商骨们没有仁义的行为 就如同圈里的朱阳 怎可随便载入书中呢 然而啊 一身正气令色的杨雄 却要在法言中力挺王莽 在他看来 王莽勤于正事 见辟庸立学校 致礼乐 定于福 恢复景田 引导汉帝国走向中兴 实在是堪比姚舜一样的伟大人物 是周公之后当之无愧的圣人 不仅如此啊 大才子杨雄还写下了 俱秦美心一文 以称颂王莽 批评秦朝暴政 美化新朝建立 认为王莽的治理 完全符合先生精神 甚至称赛王莽之志 欲以乎患哉 还有刘欣 刘欣在西汉学术史上的地位 非常重要 有多重要呢 张太炎说 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 就是刘欣 在王莽上位的过程中 刘欣为他制造了大量舆论 王莽所有的重要文书 都出自于刘欣的手笔 最后的登基大典 也是由刘欣亲自主持筹划 他甚至还把自己的女儿 嫁给了王莽的儿子王林 王莽终于如愿以偿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坐上了龙椅 可是放眼望去 帝国的江山并不平静 前面咱们也讲过 早在五帝之时 汉帝国这艘巨轮 就已经出现了问题 虽然经历了招宣中兴 但帝国击毙已深 到元城之际 各种社会矛盾 已经相当地突出 大汉王朝岌岌岌可危 土地兼并 导致百姓穷困潦倒 失地流亡 豪族大规模崛起 占有大片田地 却有免税的特权 贫富差距是越来越大 朝廷官员穷奢极欲 地方官员只知盘屈 外籍贵族没有本事 依然霸占朝堂 当初诗丹恐慌 建议献田献奴 结果因阻力太大 最后都不了了之 所有的这些问题 都被王莽尽收眼底 他太想通过自己的努力 一扫西汉末年的 种种击毙乘客 最终实现儒家向往的 大同社会 咱们再接着前面讲 话说这玉玺到手 王莽当了皇帝 王政军自然也就 没有了用处 很多人就开始琢磨 除掉这位爱事的老太太 倒不是有什么冤仇 而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讨个头彩 在王莽面前表现一下 这不 王莽的一个远之亲属 叫王健的就上书了 他说皇天废汉而立新朝 太皇太后不宜称尊号 当随汉废 以奉天命 王莽不知可否 把奏折拿给老太太看 老太太看完 就一句此言是也 言语间很是不爽 再怎么说 王政军也是自己的姑母 是在仕途上提携过他的人 王莽做不出这种事 紧接着他对外宣称 此被得之臣业最当诸 结果拍马屁拍到了马蹄上的王健 被一杯毒酒镇上 另一个叫张勇的则献上了一个扶命 说是太皇太后当为新朝的文母皇太后 算是把这个事给解决了 前面讲过王莽是称尾和扶瑞的重度发烧友 这才会不加思索地 乖乖地走进了 埃章精心设计的骗局中 他当了皇帝后 完全按照埃章在金馈中 瞎编的俯尘数目与名单 开始依次封拜王顺为太师 平燕为太父 刘欣为国师 埃章为国将 士为四夫 其余还有三公四将 共十一个人 更夸张的是 四将中有两个名字 王兴与王胜 王莽就翻遍了 所有在编官员的花名册 也没有找到这俩人 最后扩大搜索范围 终于在民间找到了他们 有个城门令使叫王兴 有个卖饼的叫王胜 结果在王莽的安排下 这两人 昭为田舍郎 目登天子堂 王莽笃信这个 无论如何 王莽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登基不久 王莽就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 史称王莽改制 这场改制 以王莽心中的周代理想社会为蓝本 以周理为指南 涵盖了政治民生经济各项领域 在此过程中 王莽刻板教条机械的一面 也充分暴露了出来 他每做一件事都要核对是否与古代一样 又或是能从周理 周官 上书等古书中找到依据 压根不管符不符合当下的社会民情 为了展示改朝换代的新气象 这位狂者的儒家复古主义者一上位 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名 理由也很充分 我都是按照经典的指示来做的 有依据的呀 谭齐湘先生写过一篇《兴莽之方考》 其中就详细考证了王莽改过的名字 当你看完之后就会严重怀疑 王莽有重度强迫症 比如说他改官名 在朝廷官职中 他把大司农改为西河 后又改为纳严 大礼改为作事 太常改为智宗 大红卢改为典月 少府改为贡功 水恒都尉改为羽余 光鲁勋改为私忠 太朴改为太裕 魏魏改为太尉 执金武改为奋武 中尉改为军政 地方官职名称也有不少的改动 太守改为大隐或族政连帅 都尉改为太尉 县令改为载 此外还增加了很多官职 名字都是新编的 匈奴禅语要改成降奴服语 高勾力要改成下勾力 弄得匈奴和高勾力都挽起袖子要扁他 不仅如此 他还改地名 当时帝国有东海郡 南海郡 北海郡 王莽觉得不够完美 于是硬生生给凑了个西海郡出来 那么西海郡在哪里呢 王莽的目光就顺着地图往西找 一眼就看到了青海湖 当时这里还是羌人居住的地方 王莽为了凑够四海郡 就强逼羌人陷出了这块地方 为了让这块荒凉之地看上去像一个郡 他又强制移民 令大量的罪犯前去田郡 当时呢 首都长安分为三府 京兆 冯义和福峰 往往将其中的二府分成了六位 京位 师位 义位 福位 光位和列位 南阳 河内 颖川 洪农 河东 行阳六个郡全部改名 南阳叫前队 河内叫后队 颖川叫左队 洪农叫右队 河东叫赵队 行阳叫齐队 河成为豫州六队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里 有没有一种广播体操的集市感 董行的都知道 这个队字呢 是碎的省字 意思是顺碎之意 不懂的呢 还以为准备跳广场舞呢 这还不算完啊 河西走廊设有四个郡 张叶 武威 九泉和敦煌 王莽呢 觉得武威这个名字不好听 想改成张叶 可问题是 已经有一个张叶了 那怎么办呢 王莽说 那张叶也改呗 就叫赦平吧 九泉和敦煌也没落下 这两个郡啊 分别改成了 傅平和敦德 齐郡也没姓名 改名叫济南郡 旁边的济南郡呢 被改名为乐安 王莽还不喜欢负面的字 把很多地名啊 都改成了反义词 比如说上党有个古远县 改成了古晋 太原有个榆县 改成了渔河 陈流有个东荤县 改成了东明 无锡改有锡 康复改顺复 屈州改直州 屈梁改直梁 屈逆改顺平 屈平改端平 屈阳改从阳 他不止在国内大改名啊 连国外他也没放过 当时啊 东夷西戎 南满北敌 怎么改呢 往往大比一回 北边的郡 统统改成田敌 燕敌 丑敌 西边的郡 改成 法戎 威戎 燕戎 东边的就叫田乙 南边的呢 就叫田满 讲到这啊 怎么仿佛能看到 深夜孤灯下 往往一边翻着儒家经典 一边浏览 观之名册 手持朱笔 或沉思 或集书 或满意的点点头 嗯 这样该才对嘛 这么一通瞎搞呀 不但普通民众搞不清楚 连自己人都弄不明白 有的地方呢 一年之内改了五次名 连章子都来不及刻 更别说日常使用了 政府发文 不得不在地名后面呢 加括号 备注原来的名字 连王莽发诏书 都不得不加旁著 故汉 哪哪哪 否则呢 就没人看得懂 话说这王莽啊 不光改官名和地名 就人名也逃不过他的魔掌 王莽的长孙叫王宗 本来是很有希望 继承大统的 可这个王宗是个急性子 自己弄了个天子的衣冠穿上 还让人给画了像 刻了三枚铜印 和他舅舅吕宽 私通文书 准备谋权篡位 事情败露后自杀 王宗死后呢 王莽对他的处罚中 有这样一条 王宗本来叫王惠宗 根据法令改为王宗 现在恢复王惠宗这个名字 有人做过统计啊 和西汉末年对比 新莽的郡 从106个增加到116个 连改代增 一共改了91个郡名 只有25个保留了原名 现从1587 变成1585个 其中730个县改了名字 将近一半啊 这么神经病的改名运动啊 都是为了和经典相对立 简直就是下考 直到后来啊 光武中兴 把王莽改的这些名字 都恢复原状 这场混乱 才算是消停 除了改名 王莽还改了官员 薪酬发放制度 让诸侯公卿 叫苦不迭 王莽准备效法周朝 将郡县制 改为分封制 按照周制 将爵位分成五等 公 侯 博 子 南 然后规定 爵位总数为1800 其中公爵的封地 为1万户 方圆百里 侯爵 伯爵的封地 5000户 方圆70里 子爵 南爵 封地为2500户 方圆50里 既然这制度都有了 那这些人的俸禄 就得依靠自己的封地了 国家只给一点钱 意思一下 可问题在于 加封的那些土地 和人口户籍 都还没整理好呢 也就没办法 分封给这些诸侯 他们只能继续 从中央领封路 王莽可不这么想 他认为 既然已经给这些人 封地了 那就不能发 全额的俸禄了 只能发一部分 这样一来 诸侯们的日子 可就悲惨了 每月只能领到几千钱 这点钱根本不够花 有些诸侯 甚至需要给有钱人家 打短工 来补兑家用 改名改薪酬发放制度 这些歧视 都算不上 王莽改制中的重点 王莽改制的重点 主要集中在 这三个方面 财政 土地和货币 而且还是三管齐下 咱们先说财政 王莽登基第二年 就推出了五军六管 所谓五军呢 就是在长安 洛阳 邯郸 林兹 渊 成都 六大城市 设立五军官 由原来的市令市长兼任 称为五军私事师 旗下设有交易城五人 潜伏成一人 五军官的主要工作 就是平定物价和控制市场供应 王莽规定 五军官在每季度的第二个月 将商品分类定价 将每种商品按质量分为 上 中 下 三等 再分别评估出不同等级的商品价格 称作市平 也就是法定价格 当市场价高于法定价格时 政府就抛售这种物资 以平易价格 如果低于法定价格 则听任百姓自由买卖 百姓如果手头缺钱了 可以向政府申请办理贷款 贫民 育有丧葬 祭祀等事 可向政府申请无息贷款 想经商没有启动资金的 也可以申请低息贷款 此外 五军官还有一项工作 就是收税 一种是征收工商业者的 个人所得税 要求全国除了农业外 所有的手工业 商业 都要缴纳10%的个税 另一种是失业税 往往依据周理规定 有田不耕 而令其荒芜者 要缴纳三夫之税 院子里不种树的 要缴纳三夫之不 无业游民 要缴纳夫不一匹 六管的内容比较简单 就是产业国硬化 国家专卖盐 铁 酒 专营筑钱 征收山泽之税 经办武军奢贷 没办法 朝廷太缺钱了 在往往看来 这六项经济事业 都是关系到国际民生的 关键性产业 实行六管 是为了避免豪民复古 利用这些暴力产业 来剥削老虎大众 将这六大产业收归政府后 既可以削弱豪墙 又可以进行财富的再分配 一举两得 王莽的改革 号称脱股改制 常常被认为是 从儒家经典中 寻找作为社会改良的药方 然而当我们仔细一看 不难发现 王莽的改革 其实就是 桑红阳经济改革的加强版 大家可以仔细对比一下 所谓五军六管 像不像盐铁专营 再加军属凭准二法 换句话说 王莽虽然打的是 副股的旗号 但它副的 已经不是周朝的那个股 而是汉武帝和桑红阳的股 可问题在于 改革就是利益在分配的过程 王莽要想推行改革 必然要触动 豪商巨股的利益 而桑红阳的改革方案 虽然很完美 但他本人口碑实在是太差 怎么才能堵住 儒生和商人们的嘴呢 王莽与他的智囊团 搬出了儒家经典 周礼 历史学家简博赞 这样评价 五军六管政策 为了制止反抗 所以王莽不能不把周礼 作为他改良政策的旗帜 周礼是圣人定的制度 谁要反对新政 就是反对周礼 反对周礼 就是反对圣人 反对圣人 就是名叫罪人 就应投之四仪 以欲赤妹 乍一看呢 王莽费尽心思 琢磨出来的 五军六管政策 是极好的 可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呢 只有四个字 惨不忍睹 王莽用来推行 五军六管的呀 都是一些富商大股 这些身穿官服的商人们 与地方官勾结 中保私囊 制造假账 最后的结果 只能是肥了自己 国库与人民的腰包 却落得两空 为了确保 五军六管政策的执行 王莽在天凤四年 也就是公元十七年 重申六管之法 加大了处罚力度 结果却让民众更加不安 百姓一不小心 就会触犯 五军六管之禁 帝皇三年 也就是公元二十二年 走投无路的百姓 纷纷揭竿而起 王莽又慌忙下令 废止这项政策 但此时天下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这集啊 我们再来说 王莽的土地改革 前面他们就讲过 西汉末年的土地兼并 相当严重 地方豪强 占有大量土地 而大量失去土地的贫农 不得不背井离乡 卖儿卖女 而这些又影响了国家 人口及税收 同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隐患 很显然啊 王莽已经认识到 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 是土地兼并问题产生的根源 而土地兼并是导致贫富差距 加大 社会矛盾加深的根源 公元九年 就在王莽登基的第二年 朝廷正式下诏 大力推行王田制 具体来说呢 就是将土地收归国有 私人不得买卖 然后重新分配 以便缩小贫富差距 之所以叫王田 是因为王莽坚信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土地啊 都是皇帝的 与此同时 针对奴隶问题 推行私属制 不可以买卖 唯令者治罪 要知道 西汉末年 奴婢的数量 高达三百八十多万 占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五 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王莽啊 有着根植于内心的人本思想 他践行人人平等的原则 绝不允许 拿人不当人看 即便是自己的儿子杀了家奴 王莽也要逼他自杀偿命 他规定 南丁八口以下之家 占田超过一井 也就是九百亩的人 应主动把超过的地 分给族人 邻居 或同村亲友 没有土地的 由国家受田 他天真的按照周里记载的景田模式 把全国的土地 重新平均分配 人均不得超过一百亩 可结果是 即使将全国土地按户平分 每户也仅能分的六十多亩地 如果再加上各级官员的吃拿下药 那么真正分到每个农民手中的土地啊 实在是少得可怜 问题在于 这种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 在治世可行吗 实际上呀 是完全不可行 简直就是异想天开 早在汉埃迪时 施丹就发布过 献田献奴令 但由于 外戚富士和丁士 大量占有土地 从中作梗 最后不了了之 王莽的做法更为激进 他要废除土地私有 和土地买卖制度 全部收归国有 这是赤裸裸的抢劫呀 而且抢劫的对象 还是地方豪强和既得利益者 在土地是唯一生产资料的西汉 你往往凭什么 让我们把家里几代人 辛辛苦苦攒的 千亩良田都交出来 就凭你是全国道德模范吗 就凭你是皇帝吗 别忘了 你当皇帝 还是我们扶持上去的 改革呀 其实就是 重新切蛋糕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 要与利益集团发生博弈 乃至冲突 出现阻力和社会动荡 都是必然的 作为改革者 要想改变现状 让自己的改革落到实处 除了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外 还要有准确把握 改革时机和条件的能力 只有充分认识到 改革推行中的各种制约 才能做出正确有效的抉择 此外 还有一点很重要 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王莽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的土地改革严重损害了权贵们的利益 而无敌百姓又得不到实际的土地 对朝廷也是怨声载道 两边都逃不到好 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方案下发后 地主豪强们并不买账 继续买卖土地和奴婢 因此呢 获罪者不可胜数 就在一片反对声中 焦头烂额的王莽 不得不在赵令颁布的第三年 也就是公元十一年 宣布取消王天和奴婢私属制度 土地改革失败了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货币改革 先来回答一个问题 为什么王莽在掌握大权后 没有立刻实施政治改革 而是首先实施货币改革呢 咱们在前面也反复强调过 西汉后期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主要表现就是贫富分化 豪强富商兼并土地买卖奴隶 小农失去土地 一部分沦为奴婢 一部分形成流民 王莽的货币改革 其实就是通过新旧货币的更换 将富人手中的钱收回来 他能如愿吗 我们接着往下讲 王莽的货币改革呢 一共搞了四次 第一次是在他登基前一年 王莽在设政的时候 发行了三种货币 一种叫大权 重十二株 可兑换五十枚五株钱 一种叫气刀 可兑换五百枚五株钱 一种叫错刀 可兑换五千枚五株钱 这样一来啊 新币的名义价值远高于旧币五株钱 民间疯狂地铸造大钱 另一方面 由于货币贬值太厉害 民间开始使用黄金交易 而王莽则禁止黄金流通 强迫民间接受新货币 很显然 这次货币改革是不成功的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呢 王莽在称递后进行了第二次货币改革 这一次啊 王莽废除了两种刀币和五株钱 代之以一种更小的货币 重一株价值一文的小钱 这样一来 民间还是疯狂地铸钱 12个小钱就能铸造一个大钱 依然有可观的利润 结果是 民间的小钱都被拿来铸造大钱 导致民间小额交易无法进行 金融市场更加混乱 前两次改革都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王莽啊 并不气馁 很快 他就调整心态 开始了第三次货币改革 这次 王莽将货币称为宝货 发行了六种货币 分别是钱货 也就是那种圆形方孔铜钱 金货 银货 归货 贝货 和布货 归货呢 就是指的那种硅甲 贝货呢 就是贝壳 布货呢 就是铲子形状的铜钱 这六种货币啊 从价值一文的小钱 到价值一万钱的金货 一共分为28品 因为种类繁多 各种货币之间 换算极其复杂 老百姓啊 根本记不住 交易 大受影响 在王莽的强行推动下 民间使用五珠钱 越来越少 商业也出现了崩盘的迹象 王莽只得妥协 取消了 归货 备货 等货币 第三次货币改革呀 又失败了 公元14年 王莽进行了第四次货币改革 也是最后一次货币改革 这次 王莽废止了大钱和小钱 发行了货部和货权 两种货币 至此啊 王莽的货币改革 终于是告一段落了 我们说呀 王莽的货币改革 注定是一次失败的改革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天下的货币 大部分在谁手里呀 当然是在富人手里 把天下的货币收回来 富人自然没钱 在兼并土地 收卖奴币 放高利贷 可问题是 在富人的货币 被收回的同时 普通百姓的钱 也被收敛了去 富人没了钱 还有土地啊 房屋 牲畜 工具 作坊等生产资料 可百姓没了钱啊 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七年内 王莽搞了四次货币改革 每改革一次 百姓都要破产一次 并且引发了 大量的违法案件 为了打击私自筑钱 和非裔诋毁 新货币制度的人 王莽用重刑 轻则流放 重则处死 可即便如此 也挡不住违法的人 监狱里 因此人满为患 当一向改革闹得 所有人都起来反对 被迫违法时 王莽离失败 只有一步之遥了 咱们仿佛可以听到 新王朝的丧钟 已经敲响 最后的结果是 王莽在土地 货币 经济等各方面的改革 悉数完败 老百姓也被折腾得够呛 改制前 西汉有人口近六千万 改制的后期 已不足三千万 少了一大半 王莽要负主要责任 大伙算是看明白了 这个所谓的新王朝啊 反倒还不如 那个腐朽的西汉王朝呢 或许啊 就有人要问了 既然是改革 为什么一定要效仿 传说中的周朝制度呢 为什么一定要照搬儒家经典呢 因为啊 不得已 王莽能登上皇位 并不仅仅靠他个人的才能和品德 更重要的是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共识 在那样的一种大环境下 王莽才有了上升的梯子 既然王莽依靠儒学的影响 获得了皇位 那么他怎么可能不用儒家的方法来治理天下呢 这是一种路径依赖 基于此 王莽不得不以复古为标志 言必称经书 言必称周理 处处对标大圣人周公 但问题在于 将一千年前的规章制度套到当下 这就相当于一台电脑运行缓慢 经常出漏洞 使用电脑的人呢 不是想着换一套温室操作系统 而是选择了最原始的DOS系统 这电脑 你说它还能正常运转吗 在国内大搞改革的同时 王莽与北方匈奴的矛盾 也日益恶化 起因却只是一枚小小的印章 此时啊 匈奴首领叫乌珠刘禅 是呼喊爷禅玉的儿子 原名卵提囊支牙斯 王莽改名改上了隐 说我们新朝人的名字 没有超过两个字的 你们匈奴人的名字呀 太长得改 乌珠刘禅玉呢 只得改名为支 去掉三个字 满足了王莽的要求 禅玉的名字改了 印喜那也得改啊 中元九年 王莽派王骏等人 去匈奴出差 准备用新朝的印喜 换回汉朝 颁给禅玉的旧印喜 乌珠刘禅玉不敢怠慢啊 高辉阁接待了王骏等人 接受了新朝的诏书 然后举起胳膊 让人摘下他手臂上的印喜 不料呢 禅玉的一位近臣 在旁提醒他 还没有见到新印喜的文字 最好啊 先别给他们 禅玉放下了手臂 过了一会儿 王骏等人 又催要旧印喜 禅玉准备上交 近臣再次反对 禅玉说 印文怎么会变 将旧印喜摘下给了王骏 然后大大咧咧地 佩戴上了新印喜 又置办酒席 缓带王骏等人 宾主 净欢而散 回到住处 王骏等人在灯下琢磨开了 之前汉朝颁给禅玉的印文是 匈奴禅玉喜 而王莽让他们带来的新印 刻的则是 新匈奴禅玉张 前面多了个国号新 后面的喜 改成了张 等于把匈奴降了一格 万一禅玉发现字不对 来索要旧印 那就麻烦了 一个叫陈饶的人提议说 干脆啊 咱们毁了旧印 禅玉不认也得认 拿起斧头 就把旧喜给砍坏了 第二天 禅玉果然派人心急火燎地赶来 请求归还旧印 王骏等人出示了被毁的旧印 说你看着办吧 禅玉也无可奈何 只得派自己的弟弟入朝称谢 并上书朝廷 希望换一个原来的印 结果被王莽一口回绝 并对陈饶毁印的壮举 大家赞赏 因为这件事啊 双方关系破裂 禅玉派了上万的骑兵 驻扎在边塞 抗议加示威 王莽则下令将匈奴国土 分为十五份 由呼唤爷禅玉的儿孙们 分别管理 同时派人携巨款到边境 去服力了两个禅玉 乌珠流禅玉啊 这一下被彻底惹毛了 料理句狠话 说先禅玉受宣帝大恩 不可背叛 但现在的天子啊 不是宣帝的子孙 怎么轮得到他来干涉呢 接着 禅玉兴兵犯境 要跟新朝干一架 直到这个时候啊 王莽还没意识到 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他见匈奴大军出动 不甘示弱 一边把匈奴蝉羽 改为降奴浮羽 一边大张旗鼓地 吊拨军队 集中了三十万大军 号称要十鹿大军 齐发草原 北上与匈奴人死磕 看着规模阵仗挺大 但实际呢 大军未动 粮草先行 三十万大军的粮草 可不是小数目啊 一时半会儿 根本凑不齐 北方云集的大军 无事可干 便干起了四处打劫的影声 南方的官员 则忙着催粮 搞得流明四起 百姓啊 叫鼓不迭 咱们想来啊 王莽的悲剧在于 一套有着道德自信的执政者 破坏了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 完全按照自己的愿望 来改造社会 开历史的倒车 结果能好啊 吕思勉在秦汉史中说 王莽唯有大智之人 欲行其所怀抱 是不能不得政权 欲得政权 是不能无替流逝 欲替流逝 则排并外妻诸出异己 皆是不能免 此不能以小如君臣之议论也 即以寻常道德省之 后人之责莽 亦仍有过当者 而这也许才是持功之论 书记上回 说到这个时候啊 劳苦大众啊 已经是不堪重负 对他们而言 举大计只是时间问题 天凤三年也就是公元十六年 二月地震天降大雪 润五月 长平馆西岸坍塌 金河水流阻塞 河水绝口向北流去 七月 罢城门发生火灾 又出现日食 十月 一周大议 在很多人看来啊 这是上天发出的警告 可是这一年 王莽在干什么呢 地震发生时 王莽搞自我欺骗 说大地有阵有洞 阵有害 而洞无害 他改革薪酬制度 设置了一套复杂的核算办法 可官员还是领不到工资 只能以权谋私 收受贿赂 维持生计 他蒸发十万钉撞 二十万运输队 对广西的渠艇发动军事进攻 百姓被各种摊派和捐税 折腾得苦不堪言 天缝四年 也就是公元十七年 荆州大旱 赤地千里 鸡民成群结队地 进入野地 沼泽地 采挖笔记 野菜度日 王匡和王凤所居的湖北京山 因为沼泽地较多 附近的绿陵山上 有野菜野果 因而呢 引来了不少鸡民 各地的鸡民 分属于不同的阵营 经常为了采食而互相争斗 王匡和王凤 为人豪爽狭义 经常为鸡民调解纠纷 被推为瞿帅 胡料却被官府 无为 聚众造反 派兵镇压 王匡只得和他的一帮好兄弟们 领着鸡民 上了绿陵山 与官府抗争 绿陵起义爆发 天缝五年 也就是公元十八年 山东狼牙人 樊崇 带领鸡民 百余人起义 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 转战黄河南北 到处捕杀官军 没收地主财物 严惩恶霸地主 赤眉起义爆发 江山沸腾 面对起义军 摧枯拉朽般的攻势 王莽 最后的解数 竟然是跑到南郊 对着苍天 嚎啕大哭 十五年前 他在这里 带领全国老百姓 走向希望 十五年后 他在全国老百姓的 绝望中 走向绝望 成名功前 王莽是养天大户 上天既然将皇位 赐给了我 为何不帮我 扫除那些逆贼呢 如果我王莽错了 你就打个雷 劈死我吧 接着 王莽是垂胸顿足 嚎啕大哭 弃劲 府邸扣头布置 勾搂的身躯 颤抖的是越发厉害 凌乱且花白的头发 随风乱舞 王莽老了 他已经是 六十八岁的老人了 帝皇四年 也就是公元二十三年十月 长安城破 乱兵烧宫阙 俯披殿门 高呼 反贼王莽 何不出降 大火蔓延至 液亭成明宫 王莽闭火 至宣誓前殿 他不甘心的疾呼 天生德语语 汉兵能奈我何 几天后 王莽在箭台 被起义军 碎尸万段 长安城陷入浩劫 熊熊烈焰中 无论是 两百一十年的 西汉帝国 还是立国十五年的 新莽王朝 都埋住了历史的灰烬之中 成也周理 败也周理 出来混 总是要还的 如果刘邦地下有枝 两百年后 他的江山被王莽取而代之 棺材板啊 不知还压不压得住 不过 刘邦也不必动怒 老刘家虽然已经被拱下去了 但你家命中啊 仍有两百年的江山大报 而这份大报 将会映在另一个人身上 他的名字 叫 刘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